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2018年12月2号晚上7点 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 碧棍园被全国象棋冠军邀请上上面第一轮的对局 这是第一轮八号台 由郑伟同志洪对赵国荣一个对局 洪方采用的是先人指路对合法足底炮 走炮二瓶山 洪方再加总炮 加总炮之后 合法会向上上进入 洪方跳马 洪方进走 洪方这时候指甲会变向 洪方吃过了之后 洪方指甲走局一平二 洪方继续重组 洪方这时候指甲炮打过来一枪 洪方不是 所以在选择推炮 炮五推 炮五推之后 合法跳边马 马八进九 洪方直接平炮 走炮八平四 合法起横距 举九进一 以后准备过来抓炮 那么直接跳马 这里要踩足 合法平局 过来抓炮 这里现在不敢踩足 抓到炮 那么洪方就平炮 走炮四平五 炮四平五之后 合法还是不能走足 如果合法很随手的走一步足 那么洪方这里就有 平炮打局 不管怎么硬 下一步打向一将 要打马 打马之后 这里要持炮 打向一将 这个炮就没有当之炮了 再打马之后 这样合法就基本上要崩溃了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合法不能逃足 合法只能进局 把局走开 不能塞住相影 这样马踩掉足 踩掉足之后 合法足球进一 下一步准备是 马就进八打局 那么局升上去 合法平炮 然后炮八平七 横方在内平炮 打局 合法跳马 马要进一 这里再跳马上来 下一步准备马踩鞠 卧槽要踩鞠 只能顶住 顶住之后 红方进兵 合法进足 赶炮 那么炮直接打掉马 鱼吃掉之后 这里跳马上来 下一步准备是 跳马踩鞠 合法进一步鞠 走鞠一进一 守住 红方走鞠一 就平八 下一步准备是 下来将军 那么先平一步炮 因为在这个时候 横方要冲冰 如果不平炮 横方冲冰之后 这个冰就过来了 下一步要摆冰 赶局 这里不能用竹词 只能用向飞 飞了之后 这里下鞠一架 垫不了炮 所以在这个准备下面 必须先走 炮上瓶室 炮上瓶室之后 横方再进冰 合法不能用竹词 只能用向飞 飞了之后 这里下鞠一架 合法就可以电炮 要不然如果下四 那么马再跳开打死鞠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横方再进去抓炮 那么再平中炮 平中炮之后 横方不一首事 合法出去 在鞠一瓶上 横方再平炮 平炮的目的 下一步准备踩竹 这里要踩鞠 用炮来守住鞠 这时候直接炮打掉 这里踩竹 踩竹踩鞠 鞠现在没地方好跑 因为如果是随便跑开 比如说跑其他地方 那么这里跳马 继续踩鞠 这个鞠就被踩掉了 这里又打底下 所以鞠不敢往哪里跑 都不行 都跳跑了踩鞠 这时候只能顶住 平去憋住马 憋住马之后 这里吃掉炮 去吃掉 现在必须要吃掉炮 如果是跳马 那么合法可以顶炮 再打不到底下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先吃掉炮 去吃掉之后再跳马 现在这里要打底下 这期就没办法守 只能平均来守 平均顶住之后 红方再平泡 平中泡一降 平中泡一降 这期四叶走不开 只能垫鞠 这个鞠就垫不了 垫了踩掉了 四叶没办法走 走了之后吃炮 这时候只能垫中鞠 垫住之后 红方接下来走炮鞠二瓶六 这是一个绝杀 砍炮要杀起 中间垫不了 如果平泡 那么多个平均的垫 那么打掉一将 就是吃鞠 这里马踩尸一将 坐上来再回马一将踩鞠 这样和风两个鞠也是没有了 实战的时候和风已经是没办法了 只能鞠吃炮 要不然解不了这个鞠八瓶六的杀糟 吃炮之后 这里吃炮一将 小时 再挂甲一将 挂甲一将 坐起来 再采鞠一将 采鞠一将 不管往哪里偏 再回掉鞠 这样红方还有鞠码 和风就打码了 这样和风就熟掉了 好 这个期间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